今天是一个耻辱的日子 也是咱们整个华夏民族 整个中国最耻辱的一天 9月18日 你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民族在近代的命运多川 所以说大家勿忘国耻 我们经历了14年的欲邪奋斗 牺牲了3500多万的同胞 才换来了今天的三合无恙 作为无辈定当自强 勿忘国耻 你别现在 我不知道小年轻能不能刷到我这些视频 你别一天从阳没外的 如果说没有咱们老一辈 那些跟革命先烈奋斗 你没有今天 你不要总觉得你现在生活的 现在当下觉得岁月静好 你知道有多少人为我们负重前行吗 有多少边防战事 现在顶着炎炎的烈日 或者说零下几十度的低温 动得大鼻涕都成冰柱子 还为我们守卫着边疆吗 你知道有多少 在一些个我们不知道的岗位 在一些个没有光的地方 为我们奉献着他的时间和生命吗 你都不知道 所以说你别一天到晚穿一些和服 一味地去 懂我这个眼神就可以了 我是从09年入伍当的消防 11年退的伍 我爷爷也是一个退伍老兵 我们家族也是 深刻地明白这些事情的 我希望你们也能知道 今天是我们整个民族 整个中国最痛苦的一天 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 让自己的后背也要记住 我跟我闺女 跟我儿子他们说的时候 我从来都是加个小日子 我从来不会说是日本怎么怎么样 我都会加个小 他们问我为什么 我就把事情告诉他们 没事的时候 你们去路过南京的时候 可以去看一看纪念馆 你可以去看一看那些历史博物馆 你会明白很多东西 你知道那种流血牺牲 我虽然说没有亲身经历 但是我确确实实 进入过一些很危险的场所 我知道那种 忘乎所以的那种精神 那种没有国就没有家的道理 希望每个人都明白 明记今天 我是老花一 点花最在一 白了头罗